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评头论足 微观天堂 今天我们介绍的手办就是这款龙珠主题的场景手办 这一家的产品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其实介绍过一次 就是UC工作室 当时介绍的就是那款30来斤的黑胡子雕像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而今天这款也是还没有上市的样品 今天就全当是来尝个馅 这款产品虽然尺寸不算高 不过重量绝对不轻 特别是这个底座部分实在是太沉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些场景道具和角色 都已经提前给组装好了 因为基本上都采取了磁力装 所以在固定方面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我们直接就来看一下这款手办的外观 那么这款手办除了尺寸比较大之外 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颜色方面确实是五颜六色的 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鲜艳 而且在颜色的发色方面亮度都属于比较高的那种 倒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好 但是还是会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刺眼 这个部分就见仁见智吧 另外在手办的角色布局方面 部分道具和角色都进行了特殊的缩放 因此在正面看起来 整款手办会有比较明显的空间感 所以在观感方面会带来更大的景深 也算是近期吊唱级别产品里面 比较流行的一种处理手法 这个场景相信龙竹的老粉丝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小林出登场和归仙人拜师送见面礼的那个部分 不过整个画面部分也是经过了一定的二次创作和夸张 所以我们可以在单独的一个场景里面看到更多的细节表现 而至于更多的详情 可以看一下漫画的第25画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每一个角色在细节部分的表现 先来看一看小林 这个时候小林的画风还是这种很小的眼睛 看起来呆呆的坏坏的 并且是渐渐的 和后期的造型频差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看得出来 在皮肤部分的涂装表现还是比较细腻的 基本上是没看到颗粒 质感方面还可以 毕竟造型还是很简单的 阴影涂装也不算多 但是可以看到一点红脸蛋 不过在口腔里面涂装则是进行了光油的处理 看起来光泽感很强 但是对于这么大的嘴 这样处理总感觉里面的口水仿佛要溢出来一样 同时对于卡通味很强的造型而言 总是感觉有那么一点恶心 因为是初次登场 还没有败入贵仙流的门下 所以这个时候小林的衣服 还是这种普通的和尚服 不过可以看到 在衣服部分上面是做了不少的无字效果 确实是增加了不少的立体感 不过会显得有那么一点落魄 但是也能够理解 毕竟在后面的内容里面还出现了 经常欺负小林的师兄 而小林这边最引人注意的部分 应该就是手里面拿的小黄本杂志了 这个杂志的封面 确实是按照漫画里面来制作的 大大的H绅士都懂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么在杂志的背面是给了两个小突起 内涵磁力装 可以直接吸附到小林的手上 而不破坏角色的手部造型 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这个杂志的封面 虽然说是按照原著做的 但是画工方面的表现 其实并不太令人满意 对于这种粗质滥造的小黄本 归钱人要是能够满意的话 也只能说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低了 但是值得好评的就是 在小林的脚边可以看到 当时拜师的时候带的行李包裹 对于这个小积极的表现 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刚才提到归钱人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在龙珠世界里面的前期超级宗师 那么这个色老婆的模样 我感觉就不用去做过多的评价了 毕竟归钱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色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 但是这里可以看到 归钱人之前为了见小悟空 所带来的所谓美女而准备好的粉色西装 这个部分的表现和我们上一次 介绍的这个厂家的黑胡子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在布料的纹理上可以看得出来 是花了很多的功夫 而且虽然这个纹理的表现是非常密集的 但是却没有出现 比如说乱呢断呢堆啊 整个的表现还是非常规矩的 配合上一褶部分的阴影涂装 整个西服部分的质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归钱人背后 可以看到背的是粉红色的龟壳 我一直感觉有点不太对 所以就特意去看了一下动画 龟钱人平时的龟壳的颜色 应该是属于紫色 粉色确实是不多见 不过在动画里面这一幕 龟钱人的龟壳确实是粉色的 在实体化之后 就看起来特别乍眼 并且在龟壳部分还采取了光油处理 这就显得更加骚气了 在手部没有什么好说的 手持的这个手杖 这边是采取了一个磁力装来进行固定 肯定是比加什么蓝钉胶的效果好 并且省事很多了 那么在面相部分 说实话 虽然造型刻画还是比较还原的 但是在实体化之后 却感觉是更加猥琐了 其实在漫画里面的表现 的确是没有这么夸张 龟钱人在看到这个小黄书之后 只是感觉有那么一点惊喜 之后就是简单的阅读了一下而已 其实并没有显得这么新高采烈 如果就是一本书就表现的这么夸张 那龟钱人只能说是太不知道矜持了 这边可以看到 龟钱人的墨镜里面 已经是蹦出了红心 张着这个满嘴都是光油的大嘴 口水鼻涕一起都流下来了 同时在胡子上可以看到 还有淡淡 应该说浓浓的血迹 而至于是看到小册子之后的血脉喷张 还是之前孝悟空领来的美人鱼带来的战损 这就不得而知了 总的来说 造型和细节都没有问题 就是这副嘴脸 让人感觉有点太过于猥琐了 个人感觉如果没有鼻血的话 可能会感觉更好一点 要不然鼻涕鼻血哈喇子 这一起见客确实是有点埋怠 那么在眼镜部分 并非是固定结构 这里是可以拆除下来的 里面龟钱人的眼部细节也是有颗画 有点类似斗鸡眼的感觉 漫画里面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眼白部分的涂装 看起来并不怎么均匀 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笔痕 不过总体而言 龟钱人作为这款情景手办的主体部分 表现还是可以的 那么在龟钱人的身后 可以看到他的老伙伴 老海龟 这个时候完全是一副无奈的表情 一个脚捂着脸 而且隐约的还可以看到 是流下了一滴汗水 海龟的部分涂装 可以说是采取了比较写实的处理手法 再加上本身的皮肤表层结构也是有注意刻画 如果不看卡通脸的话 整个感觉还是比较逼真的 但是好在 放在五颜六色的场景里面 并没有显得特别违和 那么在远处 可以看到我们龙珠的男一号 小悟空 不过这一次 就只能落得个充当背景的龙套作用了 因为距离比较远 所以这一次小悟空的尺寸还是非常小的 看起来和一个核弹差不多 造型方面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呈现的就是一脸蒙蔽的表情 不过在做工方面明显是要比龟仙人 小林还有龟仙人的海龟都要差了一点 特别是在手臂上还出现了一些意义不明的小坑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作为一个放在远处的陪衬 都是感觉无关紧要 那么在这款手办里 小悟空是有金斗云的 颜色方面是区别于其他云彩 虽然说在动画和漫画里面 小悟空的金斗云都是采取的淡黄色描绘 不过这款手办里面金斗云的颜色被处理的比较深 所以让人看上去的时候会感觉有点埋态 那么最后在场景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龟仙人的家 龟屋 是一个粉红色的小房子 通红的房顶 看起来和龟仙人一样扫起 那么在窗子部分采取的是涂装配合上光油 虽然说并不是什么透明的材料 但是也能够感觉到一点玻璃的质感 而且在房子部分可以看得出来 卡通风格还是比较浓郁的 门柱方眼都带有一定的弧度 所以远看上去会感觉有很强的透视感 在房屋四周都安插了叶子树 在树大的叶片上可以看到 是采取了消光的硬液涂装 同时树干的质感部分表现也算是比较精细 这几个树的部分应该算是我个人感觉 在场景道具里面做的比较好的部分了 而地面的质感我倒是感觉并不太满意 沙滩部分的表现还算可以 而草坪部分的感觉就显得有点随意了 一眼望去会有那种很强的粘粘感 这表现并不算太对路 而在前面的岩石和沙滩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红蓝的海星 不过这个颜色由于太过鲜艳 造型太过规矩 会显得特别失真 更像是糖果或者是某种饰品 而作为最远处的背景 是尺寸超大的蓝天和白云组成的屏障 小五空的劲走云就是固定在这上面 云彩部分感觉还可以 风格确实是龙竹里面的感觉 而蓝天的处理 再配合上屏障的轮廓 会让人感觉更像是马上来袭的海啸一样 可以说这种设计感觉并不太得当 在岸边可以看到还有制作这种浪滑的细节 是采取后期的分件 不过和海面的结合并不算是太好 有点突兀 更像是海边生长的某种植物一样 色彩和造型方面的表现都不算太自然 而在这个背景屏障的背面 自然也没有做成光溜溜的一片 而是制作了很多纹理 可能是原型师感觉太过平滑 自己也不太自在 所以就这么处理了 因此从后面来看 这个背景屏障的感觉 更像是一个尺寸很大的贝类 具体这个设计出于什么考虑 就不清楚了 最后在底座部分就显得比较简单了 中心部分可以看到龙珠的标志 中间镶嵌着一颗二星球 接着逆时针顺次排列着其他六颗龙珠 镶嵌在粉红色的墙面地台上 虽然看着还行 但是这个和上一次我们看到过的 黑胡子的地台相比 就感觉小颗多了 好的 但看到这里 我们今天这款UC工作室的新作品 就看的差不多了 其实大体感觉还是可圈可点的 在情境方面的表现 包括一些小道具的设计 都能看得出来 确实是考察了资料 作为主体的龟仙人 和小林之间的交易 虽然看起来有点夸张 但也算被描绘得活灵活现 看上去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作为主体部分的做工表现 也还算不错 特别是在衣服的质感 能够看到故人之处 不过在场景部分的表现 虽然说空间感是有了 但是在细节部分感觉还是经不起推敲 比如说粘成一片的草坪 说不清是海还是天的背景屏障 还有岸边的海浪也显得比较突兀 个人感觉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同时在颜色方面也可以再降一降 当前来看确实饱和度有点高 毕竟目前这款还是样品阶段 感觉还是有机会调整的 那么好的 今天这款手办我们就看到这里 如果感觉不错的话 大家别忘了订阅 投币支持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微观天堂 不见不散 拜拜 是 感到不散 是 一 Milliarden 我们下期三衣 甚至 五一 一 一 我们下期三